店員連忙解釋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眼前這位父親就是不肯接受 原來這名父親的三歲孩子在量販店 任意拆開販賣的貼紙到處亂貼 被賣場人員當場制止 將他帶到父親身邊 只是沒想到爸爸去世這種反應 18號晚上10點多 西門町這間量販店 父親因為孩子被店員提醒 行為不當 雙方發生爭執 經過的顧客 與其他工作人員 也試圖前來協調 但爸爸的情緒 還是相當激動 親等孩子被當成小偷受委屈 他偷你東西 你去幫他借到 他偷你東西是不是 不是我們的東西不能碰 小孩子不對 要好好教導 小孩子有時候很難控制 態度不要說很差這樣就好了 性勸導是OK的 但是如果說太強硬 我想應該很多人不能接受 求聰亮飯店不回應 但以客為尊 當下只能先安撫父親 再默默收拾現場 所有委屈 店員只能往肚裡吞 但這位父親硬使情緒激動 惡言相向的行為 已經成了最壞身教 接著劉氏維 李傑 台北再訪報導 記者劉氏維 李傑 台北再訪報導